嗨大家好我是景 今天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 武士会里的奇想大事 艾毛城池的歌川国防 那上一次呢我们有提到 歌川国防他那惊人的 通俗水浒百八英雄传 在民间呢受到了热烈的回响 紧接着进入 1830年代后啊 可是北斋的赴越三十六景 还有歌川广众的东海道五十三次 相继问世之后呢 民所会当然成为了 当时的主流但是国防 当然也画过像是东都 民所这些绘本 但反而在这个时期 他也出版了不少与师兄歌川国阵 一样的美人会 他们两人所细细描绘的 美人上穿着的服饰呢 还引领了当时江户的 一个时尚的潮流 那在广众那一集呢 我曾经提到过 三位歌川牌的大师 国真国方广众 他们三人曾经联手创作过 就拿他们所画的 小昌你百人一手来说好了 在当时啊 人们除了会赌上面的诗歌之外 也会看他们所配的这些插画 借此才知道呢 现在的流行服装是什么 不要忘了 吴世卫在当时本来就像我们今天的海报 广告传单 杂志等传播媒介一样 而当时出现在这些插画里的 美人所穿着的服饰呢 就成为了当时时尚的一个指标 那在1830年后呢 日本进入了天保年间 歌川国方在这个时候 其实也进入了他另一个创作 另一个阶段的创作期 当时日本进入天保年间后 江户幕府为了整肃道德这个理由呢 既然不顾名义 要求所有的会师禁止画 有关于色情的图画 包含春宫画 甚至连美人会 议者会都遭到严格的审查 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 明所会会崛起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然 你突然想嘛 突然没有可以发泄的图画可以看 那民间呢 当然是怨声载道啊 但是这样并没有办法 埋目我们的大师郭芳啊 所谓上游政策 下游对策 于是呢 他想到用动物来取代人的方式 来表现 而郭芳呢 众所皆知 是个爱猫神词的画家 他时常观察猫咪的动作 画了许多的猫咪 那即使他画的主题不是猫 他也会把猫给画进去 他到哪工作呢 都来带着他的爱猫 也因为如此呢 他把所有演员的头像 都变成猫咪的方式来表现 还画了猫咪版的 不是会猫白景 非常的逗趣和可爱 那 国邦观察猫咪的动作 用猫来代替被禁止的议者会 与美人会 他也观察其他动物 比方说像鸟 狐狸 猪 狗 还有那些愤怒的鲸鱼 这些充满想象力的画风 就是他用来对抗幕府改革的武器 也是从国方百八水举英雄传 到太平英勇纪等等 一直被人们爱戴的原因 好吧 可是这样还是不够啊 为什么 因为也许演员化 跟议者会 可以用擬人化的动物来代替 那春宫化呢 集园游阔的景色呢 别急 国邦被称为奇想大使 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来描绘当时的崩化场所呢 我们来看看这件 描绘许多鸟儿在街道的场景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屋子里举手投足 穿着华丽服饰的鸟儿 坐在里头望向窗外 而窗外呢 也有许多鸟儿对它们品头论足 他画的呢 其实就是集园游阔的景色 只是呢 把人变成了小鸟 这样子而已 那它画 那它笔下的这些鸟呢 其实描绘得正是 这些江户的属民们 日常的生活 还不光无此 还有一系列的裸体饰演绘 来看看这一张 看似恶心的演员画 其实近看呢 你会发现 它是由无数的裸体所组成的 这些充满想象力的作品呢 再次引起江户的人民 一阵的疯狂热潮 也让江户幕府 无话可说 因为你都把人变成动物了嘛 那幕府要怎么审查你呢 那除了这些作品之外 国方还出了一系列 直接讽刺幕府的作品 最著名的呢 莫过于原来公管图 蜘蛛作妖图 左上角的一群妖怪 突然从外面望向大明们 而大明们却无视他们的存在 其实就是在讽刺幕府 无视民意 那右上角那看起来 慵懒一部无所谓的样子呢 的这个大明 正是当时的幕府将军 德川嘉庆 国方用这一幅图 来讽刺德川幕府 天保年间的改革 一旁的妖怪 其实就是受不了江户幕府 的懦懦 与无能的人民 当时这一件作品 被人民看见之后 可以说是大快人心 但是呢 国方呢也因着这样子 被教徒奉行所给询问 但是呢 国方并没有因此却步 而是持续用类似的手法来创作 反正我不能画人 那我却用动物来表现 不敢说啊 在创作力上 国方绝对是不思惠里的第一人 国方呢也画了许多 以日本历史故事 神话 民间妖怪故事 为主题的作品 丰富的构图 与高饱和度的色彩 让画面充满了观赏性 其中最著名的呢 就是相马谷内 描绘的是平安时代 熔夜叉鸡 操纵了巨大的骷髅头 与大宅光狼对战的故事 那熔夜叉鸡是平安时代名将 平将们的妹妹 她为了替哥哥报仇呢 到了今天的贵船神社去祈愿 结果她获得了操纵妖怪的妖术 最后带领一群妖怪呢 对抗朝廷 后面的这只大骷髅啊 可以看出哥川国方 在他成疾的那几年 也曾经学过西洋画 专研过西方那套 研究人体骨骼的概念 除了相马谷内里之外 国方当然也画了许多知名的历史 以历史神话为题材的作品 像是著名的怪物中成杖 大江山九吞桶子 竹马左九田宫石 龙宫玉取姬之图 大雾之谱平原 河漢 河漢准元氏 中成杖夜陶之图 鬼落丸与大匪理 公本五藏退金图 还有魏朝银族 还有魏朝银旧图 道外画纳粮图 流行达摩游图 雀之百狂等等等等等等 那这些都是以日本著名的民间妖怪故事 或是历史神话为题材 有机会呢 我再用这些图 跟大家聊聊日本的故事 而国方这些充满想象力的作品呢 我相信今天日本到今天 许多漫画作品还有电影动画 都深受他的激发 像是他画的鲸鱼 我们能够从电影怪物的孩子 乃至于到海兽之子 宫崎骏到海贼王 都能够看到国方的影子 而他的舞者会 也引领了近代刺青的风格 戈川国方对后世的影响力 以及他在世界各地的知名度 不会输给葛寺北斋 还有戈川广众 他还有一名有名的学生 岳刚方年也沉寂了他的风格 戈川国方可以说是 所有会事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 后世的人们也称他为 天才奇想师 义勇哉国方 我常常在想 偉大的创作 他所需要的时空背景的条件是什么 是绝对的创作自由吗 以前我也曾经这么认为 但后来我发现事实并被完全如此 米开朗基罗那探为官职的创世记 还有最后的审判 以及他会教皇所雕的那个礼物 其实都来自于教皇强师的指令之下 所完成的 可是如果没有教皇给他这个难度 这个课题的话 今天的米开朗基罗 还是我们知道那个伟大的米开朗基罗吗 最广为人知的印象派 其实是在血缘派的强师底下所诞生的 可是历史最终给出了答案 印象派战胜了血缘派 半古那最广为人知的 最打动人心的四国术还有星空 是他被关在精神病院底下 面对一扇小小的窗所划下来的 当时的他一点也不自由 可是这个时期的他 他的作品最为动人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歌川国防 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创造出这些充满奇想 充满有趣的作品 也让他的作品 在其他博士的作品中读出一格 如果他没有遇到天保年间的改革 也许他所画的美人会 益者会 也就跟那些其他已经被画到烂 画到城墙烂掉的作品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很多时候 伟大的创作 并非来自于绝对的自由环境 而是更多时候来自于一定的框架下 去突破它 去冲撞寂静的体制 当然今天我们台湾 处在一个绝对自由的创作环境 没有框架 没有任何框架来限制我们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的作品 能不能够在往后的百年间 被奉为经典 这个时候就会显得自由 非常非常的武力 对吧 好啦 今天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期待下一次影片见哦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下期见哦 拜拜